我賣的是什麼 包蛋的旗魚黑輪 所以現在要炸了是不是 現在炸的話我們就是先炸一些 你已經塑形好了 對 所以現在裡面都有包蛋 這個都已經包好蛋了 那就可以吃了嗎 對 就是可以直接下鍋炸二炸 要炸了嗎 要炸了 要炸 你怕死人嗎 不是要這樣這樣 吃什麼 對啊 那我覺得會讓它油溫整個在上來一下 然後再下去 炸去喔 我看一下 突然人家貓口就開始下鍋炸 普泡喔 你要這樣吃它嗎 是上跟上會大概中一下 你就讓它均勻上升對不對 均勻上升 它剛剛這個狀態呢 是裡面吃的飽飽油 嗯 所以它現在在炸的過程 它在慢慢把油拉在那裡 它裡面的油就會往外皮 但是呢就不會 就比較該爽 像這種炸物誰教你啊 其實 早上市場都來學 跟炸物養 然後跟那個大喝 他們這樣子 因為這邊是我太太他們的店 贏太太喔 太太說出來 好 這邊有店 好了 它其實大概到這個溫度 然後因為過高溫 它裡面整個都蓬了 對 有沒有 然後外皮 你看這樣弄就有那個酥的聲音 對啊 就它 已經灑胡椒粉了嗎 對 灑一點白胡椒粉 是 紮實 香 你說這個叫什麼 這是包蛋的棋魚黑潤 好 漂亮喔 漂亮喔 好 喔 裡面是有蛋 而且它很Q彈耶 嗯 喔 你看 蛋還可以放在正中央 對啊 所以我們早上就是在市場打魚醬 然後下午 早上會先做一批沒有包蛋的 就是賣給婆婆媽媽這樣子 然後下午 花在比較多時間 我在那裡做一個包蛋的 裡面裡面是不是有包冰淇淋啊 冰淇淋 那是洋蔥 簡單的兩種蔬菜 就是紅蘿蔔跟洋蔥這兩種而已 對 好嘛 很做耶 而且它超Q彈的耶 有點讓我意外耶 我以為它咬下去會像是那種 肉跟奶淚 就是比較沒有那個彈回來的感覺 還進不彈 它超彈耶 這代表說它裡面的魚漿粉放不多 因為粉它比較容易定型那些 但是有些粉放很多 吃起來就沒有這個彈性 對 覺得很棒的是這個大小是一致 而且漂亮 炸得也好看 但你賣燒賣的意思是 燒賣這個是 其實早期就是有過年的時候 才販售給親戚這樣子 就因為魚漿可以做很多種變化 過年販售給親戚 對 就是親戚他們想說 想要吃吃看就是這種東西 魚漿做出來 魚漿的產品 它裡面有冰淇淇淋嗎 裡面就有加冰淇淋 所以你不想吃 沒有 吃什麼 我切很細 所以是不是太 不會那麼的明顯 對 有嗎 不明顯 不明顯 它自己吃的 微微很曖昧的 嚇嚇嚇嚇嚇 我開始吃到它魚肉的纖維了 對 那個豬腳跟魚漿在裡面 魚漿在裡面 你加醋還什麼味道 微微的酸是一點點醋 跟魚露這樣子 對 這是你的太太家傳送給你做法嗎 對啊 就是丈母娘自己在把它做出來 那丈母之前就是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販售 你在做這個時候豬肉丸對不對 對 豬肉丸 所以它到時候吃出來口感會是怎麼樣 外Q內軟 那你這樣要拌多久 拌個 半小時一小時 看肉的狀況 那是誰教你這種狀況 看那些 是我們教會他的嗎 沒有啦 你喔 我沒有喔 你為什麼不用調理師 之前我買一台 但是覺得攪出來口感 還是跟手作不太一樣 那你攪的時候有放冰塊嗎 沒有 但是我肉是半冷凍中放下去攪的 可以摸它 它就是它現在是冰的 冰的 這樣它滿講究的耶 講究的拍成這個樣子 對啊 那你在拍的時候你都在想什麼 因為我剛剛在外面看你 我就一直重複一個動作 然後 就在想我的手好痠喔 有沒有想過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有盡量在改良嘛 但是最終好像我覺得還是得這樣做 手工的做法 沒關係我待會試試看好不好 好啊 如果有什麼方式可以最快的方式 太好了 對啊 那我們就可以 多做一點 我們就趕快多賺點錢 我這個就是以盈利為主 對 不然之後然後現在摔 把它摔紮實了 然後下去炸 那是 拉成型的 它的任性 就一個我們做餐飲來說的話 他們的準備工作是 繁瑣緩慢的 比如說我們在準備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把這東西放棄 然後它用什麼樣的方式可以繼續進行 就是效率 對 做什麼 對 就很像文青 就是它很享受它每一步的過程 有嗎 妳有享受嗎 有吧 對啊 它剛剛我們算過 它一個大概摔大概將近八下左右 不然前面的 前面剛剛摔了很多 對 你裡面有算過大概幾顆嗎 大概會是90顆 90顆 一個摔八下 你看摔了幾下 還不敢 剛剛這邊揉半天摔半天 720下 可是妳這算數真的很好 好 那現在我是十月吃還怎麼樣 還要蒸過 還要再蒸 先炸還要再蒸 對 對 我們會再蒸過 把它的油逼出來 逼出來 對 讓它再更炸 這個看起來就像章魚燒 炸過之後再蒸 對 然後再放醬上去 對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假裝是章魚燒 乍看之下真的滿像章魚燒 可以 就差不多是日式還滿熱的 它多了一個爆香的感覺 可是可能因為是妳有蒸過 對 所以它那個水分在裡面 是妳會有感覺到有水在嘴巴裡面的關節 然後是屬於比較 它就會有點鬆軟 有點像漢堡肉 就是講那個日式漢堡肉 沒有口感 對啊 超好吃的 很香 來 從妳開始拌到下去炸多久時間 兩個小時吧 開始炸之後呢 40分鐘 一天做30份 所以它其實蒸就是妳放涼了之後 妳也是用蒸讓它加熱之後才會出那個 然後一方面也可以把外面的油脂改蒸掉 對 然後搖起來又有那個水分 就是吃起來比較綿密鬆軟的 然後炸的時候我會控制在它8分鐘 8分鐘 不用全熟 對 這樣蒸的時候它裡面會不掉 不會過熟 所以你覺得可以改良嗎 就是不要這麼耗食 當然可以 可以 對 有什麼秘訣 妳有想要知道嗎 騎了公廳 你不能用果汁騎打 果汁不能用調理器打 你在辦的原理是什麼 你在藉由辦這個過程當中 讓它所有跟纖維纖維綁在一起 它就會開始呈現一個口感出來 對 摔是把裡面的空氣給摔出來 對 讓它變得比較紮實 對 所以你應該用什麼 調理器有一個是一片 你直接用甩的這個 你冰的絞肉你放進去 你再放大概是一杯的冰塊 打個20分鐘 就是這樣 那頂多是挖出來 所以你稍微再摔一下 對 那就可以 你兩個鐘頭可以使得變20分鐘 兩個鐘頭 怎麼不突然亮了 這是因為講對 它就會冰封 對 答對了鎮結 兩個小時 光明 對 兩個小時變20分鐘 你看 它就整個笑出來了 它笑起來就開心 前面是變光明 你可以試試看 對 我這樣講會不會跨太多 不會 你就是這邊的老人家 在跟我們四代交替 那人喔 迎親共識嘛 對啊 我們需要你耶 你沒有跟我開示 我們這個年輕人不知道 沒有方向耶 這邊整片都是 對 要怎麼 觸感會是什麼 下去觸感會是什麼 我們下去的時候 要拉到頭 頭 這個很深耶 對 這在泥土裡吧 對 可是它會糾纏在一起 所以要順 我不知道我拔到什麼 沒有 不是 你看自己找那個頭 然後拔起來 不是 這個 是 是什麼東西啊 頭嗎 起來了 但是我拿不起來 對啊 才你一拖你了 可是我只能拿起頭 這樣拉 拉出來 不會斷掉嗎 不會 怎麼不會 我就斷掉了 你沒有拉到頭啊 我覺得都斷掉了 拉 拉到頭 怎麼可能拉到頭 我摸不到底啊 你要 這個嗎 這樣子 可是我摸不到 底啊 對啊 你會掉針喔 好啦 我懂個意思 就是要身體弄濕才可以 來 妳來 等一下 洗手 我來嗎 好 我來幫你 不是說他來 好 好啦 既然要濕就濕給你看 你會不會 這樣就是了 照牙魚 它就是整個手要進到泥巴裡面去 我進到泥巴裡了 對啊 然後這樣纏起來 這樣纏起來 它就沒問題了 但是就是濕 對不對 剛剛有點害羞 剛剛在水裡面手碰我老闆的手 來電舞時 好 出發囉 好 現在就不如來這邊洗 人家是整整齊洗的 你是 我是整齊的吧 對啊 你 所以這樣是要多大把 這樣可以嗎 那沒有規定就多大把 那可以啦 手拿到位 這個根的部分要洗乾淨對不對 對 我等一下拿捲到 老闆 我這個有自然捲了 對 妳有自然捲 對 比較Q一點 好 好 來 我 我們放著 放著 對 放著 放著的時候 我們剪的時候 從外面剪到裡面去 拿起來 妳要留 要留頭 就跟香菜一樣要留頭 對 這樣會不會留太多 不會 不會 剪氣一點點沒有辦法 這個已經留好了 水蓮很聽妳的話 對 都沒有動 對 它不會動 老闆 這樣會太多嗎 不會 可以 那個剪多少是 沒有關係的 不要剪到水蓮 不然它散掉就好 對 散掉的話 你就不好剪 不好整理 對 除溼就除溼 我自己噴到了 我以為掉下去了 沒有 這個 根 我們現在剪掉的時候 就在水池裡面就好 它會自己再長嗎 不是 我們要清掉 那這樣清掉 清掉的時候 我們再重新種 我們種的時候是用葉子 葉子 是 然後要放水嗎 那時候 那不能放水 你放水就不會 就不會掉頭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你要把水放掉 對 要放乾乾的 也連了蟲害這個 這真的是有蟲 對 哪裡 這個是透明的 真的 透明的蟲 這個蟲 對 牠吃的 真的 給桌子 牠不會淹 牠不會淹死嗎 牠不怕水 牠會游泳 牠會游泳 會游泳 牠什麼蟲 牠在搶 我也會游泳好不好 只是 牠在睡覺 什麼睡覺 牠在吃 牠在吃 牠可以吃很飽 但這個蟲 這個綿蛾 它危害很大嗎 很大 都吃光光的 刺 我沒有頭髮 我沒有頭髮 你好會整理 來 你 可以開美容院了 你平常有在美容院上班 有兼拆 牠突然變得好整齊 來 都給你 來 你要按摩 你不要用力搓 你不能用力搓 輕輕的就可以了 因為牠的摩擦 你知道 凝土會掉 好了吧 滾 滾 整齊了吧 不是 這邊也要 這邊也要 對 通通 滾 全身都要給牠按到 對 還有哪邊需要加強的嗎 對 這個力道可以嗎 還很多水 我為你沖水了 來 水溫需要調整嗎 來 我們現在看那個 要挑那個 有沒有 你看這個有沒有 顏色不一樣 要挑掉 大哥 為什麼我的又變亂了 要挑掉 有沒有 這個 對啊 我這也是嘛對不對 對 這是 每天的工作 那大哥 你這樣每天 泡在水裡的時間多長 從早上開始泡 五點都開始泡 早上五點就開始了 它中段這邊沒問題 後段這邊沒關係 像這個 這個也是一樣 這也不行 這也不行 中後段都不行 不是 它那個老業 老的 你到拍賣市場都會爛掉 就這樣 我們要防 我們要防止 防它爛掉就對了 對 你這樣捏的話 這手會受傷 捏太久的時候 這個位置會受傷 所以要怎麼樣 我們就抓著 烏龜烏龜翹 烏龜 好 大哥翹的方向有點特殊 我常常是這樣 這是什麼 大哥剛剛是翹 大哥你這樣有點中風中風 它聲音很脆 是用野年的脆度過 然後 它其實 它剛剛是講是醬膠 其實也不是烏龜烏龜翹 就是這邊 握好對不對 假設握好的 你一樣一般就開了 我們這個 我已經好了 這個表會上裡面 對啊 就跟玩那個泡泡紙一樣 對啊 你留在這裡 療癒 你這個也是一樣 好了 好 給它鼓掌一下 漂亮 漂亮 好 對我走笑 好 我 我們弄半天才一把 對啊 我們你要 現在我們 你這個田如果是這次滿的 你要多久才可以把它全部收成 兩天 三天 很累 然後就要把水放掉 對 重新再種 對 你像這樣的田你有幾個 我 二十幾個 二十幾 兩天 三天 我們算三天好 二十幾個就六十天 兩個月都在這邊 你一個人中 他說你還綁辮子 我剛剛不是我要編的 大哥 賣便 外面沒有人在那邊賣水泥醬賣的 這個是盪帽子 好可愛 在山地人的 你不要亂教 外面沒有人賣醬子 在美濃園 這是我們 他們真的在美濃園醬賣嗎 我們的美濃園也沒有 只有我家裡有而已 美濃園 你賣是醬賣 沒有 妳是編好玩 我們是給小朋友 噹 所以這樣妳就知道了 那是滿好看的 變善地人了 原住民 對 妳要放在頭上 好可愛喔 我會幫生女保護者 我是妳的貴冠 恭喜 那個 這位高貴的年輕人 盡量不要拿食物來玩 對 這個只有美濃這邊有在榨水泥 對 好像天婦羅 這個 那個 這兩年才有在 榨水泥 對 這誰榨的 我老婆榨的 很好吃 那你們有很常吃嗎 要有那個 平常的時候沒有在榨 那時候有 一盒外的才有在榨 有個人才會榨 對 真的 因為真的要用很多油 對 對不對 這邊水泥就這樣子 還有什麼事 大家有用煎蛋 水泥 煎蛋 出發囉 好 太好了 來了 這個蛋不要說放水泥 光看煎這個蛋就很好吃 對啊 好漂亮 火候夠 淡膨 淡香油 不小心加到兩塊 太不小心了 所以 非常好吃 中間好嫩 好香味 嚴格說起來 它裡面增加了一個什麼 微微的脆口感 然後因為綠色 所以現在看起來 看起來是健康 水泥的味道 它本來就偏淡 不知道有味道 可是它的口感還是很好 脆脆的 它這個野蓮色 它本身就有鹹度 難怪我剛剛吃有點鹹鹹 你這個 你這是海水還是 這淡水 淡水 對啊 但是它本身它就有鹹度 用掉 我本身就有鹹度 對 你煎的你萬人不進來 來 過來 來 我有話要跟你講 來 你幹嘛 你要砸我 我有話跟你講 是這樣子 剛剛大哥說 這個平常他都吃不到 他說你都不弄 不是 我沒空 你沒空 對啊 你剛剛 我剛剛進去上廁所 你是在看電視呢 但是我剛才 我現在比較有空 你平常在幹嘛 在工作 做什麼 碎蓮 野蓮 我在工作 那你對我講 人家就在忙 你還 對啊 你不要聽他亂夾 對 因為他很愛吃 今天是看到你的面子 平常也沒有 對啊 但這個 真的很好吃 沒有 就是我們本地的馬民產 所以已經算 而且這幾年才流行的 之前沒有 有 有嗎 很少 乍事很少 就是只有我們自己在吃而已 是 我們自己是去吃了以後 好 自己帶東西帶出去 拜託 老闆幫我們炸 人家一般不是都帶海鮮去 請代客料理 你們是帶野田去 對 山芝雅二代的我們 夏天吃冰印是再自然不過的 但台灣的冰品白白種 你最喜歡吃哪一種呢 1970年代 雪花冰在高雄恆空出世 結合了剉冰 跟冰形的牛奶香氣 到底這樣有些的雙重口感 是怎麼發明出來的呢 妳好 請問 哈囉 哈囉 請問妳是高雲婉嗎 不是 這個不是妳嗎 這是我 這是 對嘛 這是她嗎 對 這是我 為什麼 因為天下雜誌有看 但是這個是妳 可是它下面寫高雲婉 63歲 妳看我最年紀是63年 對 是放年輕版的高雲婉 高雲婉是妳的 我的媽媽 今天媽媽不在 有 媽媽在 對不對 對 所以妳們家 我們是台灣第一個雪花冰 然後也是第一個做外銷出口 外 雪花冰怎麼外銷出口 冷凍冰磚走冷凍貨櫃 所以我們第一站是到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最熱 重點是 台灣街頭巷尾都吃得到的雪花冰 妳媽媽發明的 對 但是雪花冰我小時候都吃過了 所以我媽很年紀比大 妳年紀耶 對 小時候是多小 她說得很對 對 那我們這邊可以吃到什麼 我們這邊可以吃到牛奶 第一支創始的冰 就那個 還有呢 花生第二支 第二支創 對 可以吃到巧克力嗎 當然可以 我的天啊 好 雪花冰來 我是好奇 為什麼湯汁這麼小 對啊 因為要讓你嘗一口 再用你嘴巴去 講就好 不要動作因為怕 前陣子快篩做得多了也好 嘗一口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人他會這樣子 慘一慘 對 可是我們想要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我懂 我不會慘 妳希望 因為很多人會慘 要把油差的那個 不是 很多人吃創花冰的時候 會先這樣 創花冰我可以理解 台灣的人習慣 但是雪花冰也會這樣子 雪花冰的口感是我很喜歡的 但我沒有想到原來發明雪花冰的人 是台灣人 台灣人 全世界 我是我們國家第一個有雪花冰的 對 天啊 這太酷了吧 很酷 在早期啊 只有創冰 跟雪糕 這兩種東西 創冰是這樣創嘛 那可是創冰它有一個很深冷的感覺 那雪糕它很綿密 我媽媽就想說它要結合有創冰的感覺 又有雪糕綿密的口感 它就因為這樣子 濕了非常非常多的原料 因為雪花冰是我們先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雪花冰有去做一個專利申請 那所以在那一個階段 他們是不可以用雪花冰 這三個字去做註冊 那大家就很想 要什麼 雪花冰 雪綿冰 綿綿冰 為了不要跟雪花冰 所以綿綿冰跟它是一樣的 就是在之後他們就創這個名字出來 可是我覺得這個口感不太一樣 它真的很輕 因為有一些其他的雪花冰 它會還是有那種比較厚實的感覺 比例問題 對對對 對 要不要再來一看 我就等花生啊 好啊 我就等它 上啦 先吃荔枝好了 因為這幾個荔枝比較淡 可以 對不對 可以 你沒剪 有啦 在剪在剪 哇 糾察盾 好適合夏天喔 天啊 妳有黑葉跟玉盒包對不對 對 差不多嘛對不對 玉盒包稍微多一點對不對 對 多一點 要香 要它的香氣啊 對 花生真的很假 花生真的是台灣第一名 我們是用雲林北港九號花生 這個品種 因為我媽媽是 他們是在雲林虎尾出生的啊 那就應該用雲林的嘛 對啊 對 對 因為它這個融頭 從外面開始融 就是裡面還是有沒有 一絲一絲的雪花感 不小心掉到褲子 妳剪起來是還沒洗 褲子還沒洗 真的喔 真的 我剛剛掉下去 我怎麼要抓起來 就這樣 就跟雪一樣 你有看到嗎 對不對 然後都 好像雪拿起來這樣 褲子還沒有濕掉 很乾 厲害 我台灣我驕傲 謝謝 對不對 真的耶 然後銷到這麼多的地方 媽媽當初做這個 那因為愛吃 所以慢慢去研究研發 對不對 然後研發出自己的商品出來 對 那雪花鼻鼻鼻鼻也就往外走了 希望台灣有更多更多的 好的東西可以 立足台灣放逢全世界 讓大家感受到我們台灣的創意 好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詹姆斯的素食會料理 齁齁 吃飯囉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詹姆斯的素食會料理 齁齁 吃飯囉